生活中太多事情是无法预知的 或者突如其来就会遇上一些麻烦的事 如果选择拖延、逃避 问题只会越演越严重 同时产生焦虑 尤其当生命受到威胁 呼吸更加会变得急促 思考能力下降 消化系统减弱 还会令到血脉糞张 积极面对才能消除烦恼 将消耗精神、能量和时间的障碍物解决 甚至可以静下来 全心全意地向目标前进 不能够再被拖住后脚了 今天必须要拿出勇气 展开14天的隔离生活 Namaste,我是Mr.林青 如果还未订阅Mr.JuneJunery 记得按一下订阅这个键 和打开小叮当通知 免费订阅这个频道 以便收看日后的故事发展 由中午到深夜 经历了超过12个小时的通关程序 终于被送到酒店了 好消息是 独居的人可以申请居家隔离 如果警确认的话 第7天的中午 就可以由专人专车送回家了 真是好 这样可以多7天来收拾 不抱任何期望 勇敢走出一步 原来会有意外收获的 你知不知道 时时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 咦? 那么突然? 近年看到他很努力地为梦想奋斗 想不到一个意外就走了 记得有一个疗愈法 可以为离世的人做超渡的 作为曾经好好的同学 我想我可以为他做一些事 奇怪了 为什么个佬刚刚笑出一个这样的画面? 在水里面 有一只黑色的手捉住了屎屎的脚 是真的 还是幻象? 我记得老师说过 不要乱插手人来的事 想帮忙的话 必须要由对方主动提出 而且要等价交换 不可以乱来的 还是问清楚 我先 朋友离世 我想跟他做超渡 但是刚刚看到在水里面 有一只手捉住了他的脚 而且他的家又没有提出请求 我都没有收钱 可不可以插手这件事? 可以 完成了之后 天上面的思思对着我笑 第二天晚上洗完凉 正准备拉开浴室的门 走出大厅的时候 风力门突然间卡住了 推来推去 门都还卡住了 眼前又剪出一个画面 一个刺层伤色的画面 一时间完全不懂得反应 回过神来的时候 只看到右手拿着的门柄 轻飘飘地沿浮在半空 闷的颜色边都掉下来 最低头看看地面 肉身内外满地都是玻璃碎 玻璃门碎了 什么事? 我的脚 我的拖鞋 全部都沿在玻璃碎里面 怎样与业主交代? 正是处理业主在未经我同意之下 甚至带中介入屋的矛盾已经够烦了 现在还要多一道玻璃门 想走出去就穿步难行 伸手能够触合的地方就只有花沙 水冲不走玻璃碎 伤口很痛 有部分还伤得很深 看着手手脚的有十几个流血的伤口 我要怎样做? 和玻璃门就只有一尺距离 幸好没有伤到臉 除了赶着止血 地上的玻璃碎如何处理? 突然之间冷冷清清的屋 拾满人 保安、公安、医护全部都来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玻璃会爆的 这里闪至两年纽龄 我不要去医院了 就在这里处理伤口可验 保安帮忙清理了现场 屋里面又回复平静了 正当我开始在想意外发生的经过 是什么声? 玻璃门爆的时候飘过了一个画面 难道是因为帮了思思 建设了她的业理? 你快点取消你帮她做过的一切吧 诚心道歉 说自己多事了 你有什么能够保护的方法 你都立刻用上了? 翻箱倒櫃 十字架、色物、蜡烛、心经 全部都拿出来 只是感觉到有一种麻痹、触电的感觉 由左边的脚掌蔓延到小腿 再由小腿蔓延到大腿 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 好害怕啊 真的很害怕啊 还有几天才完成隔离 怎么办啊? 窗台又传来一些怪声 翻桌隔离明明只有一个行李箱 为什么会有游完水上水之后的滴水声啊? 以外枉死的人 你乱插手做嫁两的话 随时都赔上性命啊 对不起啊 是我多管闲事 我撤回我帮詩詩做过的一切 冤有头、债有处 你们之间的恩怨你们自己处理了 我不插手了 詩詩 我帮不了你了 恐惧的尖露 实在令人痛苦到极了 搞到整晚都睡不着 后日你要小心了 留在家里不要出去 不要冲涼 小管闲事 睡觉的时候 电话都不要充电了 总之一切有机会发生危险的事 你都不要做 咦? 后日完成隔离了 我想立刻回香港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质疑自己的判断? 为什么相信其他人说的事 我都不相信自己? 为什么总是不听清楚自己内心的声音啊? 世界上最值得顺利的人不是自己吗? 不管听谁的意见做选择 最后为行为负上责任的人都是自己啊 人算不如天算 谁都没有办法准确地预测到将会发生的事情 在选择的一刹那 一切都早已被安排了 一未做烂好人只会害了自己啊 以后都是小管闲事 我好想乱插手其他人的事啊 后日...后日怎么办啊? 下词了 长夜发的梦 到 这夜已告终 沉下去 投出山落雨点 没有彩虹 你 画着普着记忆 就像块石头痕虫 得到同样快乐 彼此也有罪纵 童话书从成长中 难免要后悔失望 经过同样上落 彼此度尽悔忘 童话情书 为书 尝找盼望 快乐到孤独 我 我 缺乏到很糟 游戏 就算愉快 不会幸福 人带了 开心到想过 我 每日要生活 我 每日要豆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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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成长中 难免要后悔失望 经过同样上落 彼此度尽悔忘 尋规 翻腰 我 我 我 您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